不少朋友有空會上網看錶 我也不會例外,我也會看錶 但我對錶款又不是太大興趣 有時候比較多的時候 就會上網看看機芯 這些機芯真的蠻漂亮的 那個牌子在這裡,Marise Gossmann 用手刁上去 真的很明顯的 有一種人手的 少許不完美的成份 純粹是電腦 雷射也做不到這個刻度 一定是人手刻下去的 手工真的不錯 我覺得這些機芯 在盜割處理上沒有浪格那麼好 但除了盜割處理 其他的部分 就在浪格之上 我介紹一下功能 大鋼鱗、小鋼鱗 發條在這裡下面 但它這個打磨比較特別 就不是轉進去 它都是這樣一層、兩層、三層的 主要是這塊 四分三甲板 你看到一層、小鋼鱗 上面這塊 我們叫做 Ratchet View 即是彈向的大鋼鱗 Ratchet View 即是大鋼鱗 這裡有一個彈弓 鋼鱗用lot 應該是一個弊鱗 上鋼鱗 這個鋼鱗 其實就通到你前面 是動力儲存顯示 所以這個動力儲存顯示功能 其實對於 你有幾多個鋼鱗 所以這個功能的來源 一定是跟這個發條有些關係 這塊其實是甲板來的 按住鋼的齒輪 沒有什麼特別的 找螺絲鑽著它 最主要是看這塊這麼漂亮的四文三甲板 但特色有很多 你看到一般的錶是用紅寶石 紅寶石俗成 黃金套筒、藍鋼螺絲 基本的東西 浪格也有 但它更特別的是 它不用紅色的叫做Ruby 紅寶石 它是用透明的藍寶石水晶 即是人工的 其實跟你錶的錶面 那塊藍寶石一樣 不過它就 弄成圓形 鑽個洞 即是鑽個洞 就裝上去 其實比較硬 藍寶石是硬過紅寶石 硬過Ruby 不單止這些 你看到 這裡有兩粒石 都是用了 透明的藍寶石 你看到 馬仔 兩粒 馬仔石 也是透明的 真的 非常好 整套都換了 是特別的地方 因為紅寶石 你看得多 透明的石 不常見 我會這樣看 有些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 你看到四輪 正常四輪 然後就是蓮花 但是蓮花 是沒有了 這裡沒有了 這個位置 原因就是 其實在下面 一般 很多牌子 都會把蓮花輪 劈開了 沒有問題的 但是它這塊 這裡就是 高低兩層 按在下面 但是 它這個 蓮花輪的甲板 是雕花的 這麼厲害 跟這個擺 是一樣 即是有兩塊 甲板 是雕花的 整個擺都很漂亮 這是快慢卡 我看到快慢卡 這個位置 有一個微調裝置 這個微調裝置 就是快慢針 但是一般 都是用浪甲比較 就是鵝頸微調 但是它這個 就不算是鵝頸微調 但是它有一個 穩定的機制 它就 這裡有一個卡卡 卡住的針 卡住的快慢針 然後 這個是好像鎖螺絲 其實 就已經是鎖死住的快慢針 其實是不能動的 基本上 就是這樣 功能上 你都可以 跟鵝頸微調做一個對比 不過鵝頸微調的 裝置的原理就是 一邊是彈弓 按過去 另外一邊 就是用螺絲 用螺絲去頂回它 其實也是夾死住的快慢針 這個基本上是兩邊螺絲 也是鎖住的快慢針 很特別 因為我看到這裡還有一塊東西 凸出來的 是按住外套的 不知為何要這樣按住 是否要防止它走位 是否要防止它走位 這個放置也很特別 我看到這裡 是兩層 下面有四個橫擔 出來了 一定是後期加上去的 因為它是不同級別的 不同級別 它不會是同一件件 這四個橫擔 和外面原型的擺 是兩件件 而是 重量螺絲 但是它只是做兩邊 有兩顆 相對比較長的 有一個重量螺絲 然後 另外有 兩對 在旁邊 旁邊 兩對是短的 即是不能進去 不能進去 不能進去 一鎖上去便是 裝飾多 或者是用來製造 其實是很特別的做法 一般我見過 多數的做法 如果這樣 重量螺絲 通常是四邊的 即是東南西北都做 它是兩邊 一對重量螺絲 是很特別的 其實真的是快慢卡 不是假的 是頗有趣 不過到國處理這張照片 就看不到 但是如果 它的人手 雕刻打磨 我覺得是 有型於浪格 因為它很長 雕刻 它一屈 一拉拉到 是否很長 至少 風格上 與嵐牙 是有少少不同 這個擺 只是這部分 是浪格之上 不要計算這個 這麼神奇的做法 亦都要製造兩層 遮住了 這樣 是抵賺的 這個 是不錯 應該不便宜吧 Maurice Gosman Maurice Gosman